合合本圣经不容易读的原因大概有12个 而我们这一个细标合合本呢 已经试图解决其中有9个的读经难处 也就是说下面的第4到第12 什么意思呢? 圣经难懂之处原因大致如下 比如说属灵的启示 那圣经是神所启示的 也是属灵的 所以需要神开窍 开我们心窍 我们才能够体会他真正的意义 第二个呢就是文化不同 毕竟圣经所写的历史地理 跟我们所熟悉的不同 所以我们需要藉由自己的查考资料 或者请教牧长得到帮助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一个习惯 叫做片段阅读 有的人只读几节或几章 就是不容易了解全貌 可能也会产生误解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 最好是一次读一卷书 那接下来就是 刚刚说的说是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克服的 这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 或者是自己的努力 或者自己的习惯要改变的 接下来就是 我们看到圣经里头有很多的长句子 比如说 提督书一章一节说 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他下面这里所说的保罗 这里有一个圆括号 那到这里呢 也就是说 从这一段到这里呢 都在形容保罗自己 那我们可以读成 就是说 使徒保罗 现在写信给提多 中间的就是 一个形容保罗的子具 接下来后面这个提多 后面也是一个小小的 短短的子具 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 那你就知道 所以这样的一个读法 就比较清晰 还另外一个第五个 就是翻译不当 比如说我们看到创世纪 五十章第十七节 这红色字的部分 原先修改前世 如今求你饶恕 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 看起来是约瑟的哥哥们 是请求约瑟饶恕 爸爸雅各的过犯 其实他在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子 他少了两个字 就是你父亲的 的这个的 以及神之仆人们的门 也就是说 约瑟的哥哥们 是请求约瑟饶恕 你爸爸雅各的神之仆人们 神之仆人们是指约瑟的哥哥们 所以少了一个的 和一个们就差很多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们不小心读的时候 就会 捕撒撒 就是看不清楚了 我们也同样在这个新柱节里头 去补充翻译的不足的地方 第六个 不容易读懂圣经的原因是 多层说话 先知书里头最多有五层说话的内容 我们用引号来作为标示出各种不同的说话的内容 也就是下面这里所显示的引号 我们就以撒加利亚书第一章 第一节开始来看 这里说到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撒加利亚书 也就是说 耶和华对撒加利亚说 这是第一层 那说的内容呢 要撒加利亚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所以这是第二层 说什么呢 万君至耶和华如此说 这是第三层 同样的在这个第三层的里头呢 再继续说 从前的先知呼叫 他们说 这是第四层 在这个第四层里头 又说了 万君至耶和华如此说 这是第五层 如果我们不是把每一层都标示出来 我们是不容易读清楚的 第七个是 字意难懂 例如有一些男字 不会念 也不晓得 它是什么意思 在这些字里头 我们就会加上 注音或者是拼音 而且还有一些男字 我们会有自己解释 例如我们看创世纪第41章第56节 这里呢 说到约瑟开了各处的舱 这个字呢 很多人不会念 就跳过去了 其实它就念跳 特意要跳 那接下来是41章57节这里说 到约瑟那里 这是敌 这个字念敌 我们如果点击这个跳呢 它会跳到我们这一个男字表的解释 这里跳是卖出谷物的意思 它出现的圣经节出现在这里 那如果我们要有个相关字 可以看这里 这是敌 这个敌是买入谷物的意思 在我们男字表里头 大概有将近一千个这样的一个男字 可以供大家了解读懂它 还有个谷物 杜亮痕 那因为以前叫做谷字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这里说到新耶路撒冷城 它长宽高有四千里 在我们查原文的时候 可以知道它叫一万二千斯塔迪 stadium 认真去查 你也可以知道 它大约等于两千两百二十四点八公里 那这样到底有多远呢 我们在这里就写一个我们比较能够体会的 比如说是从北京到香港的1.1倍的距离 或者说从台北飞到东京的大概就这样的距离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概念 原来新耶路撒冷城 就是长宽高是这样的距离 同样的我们在这里有说 这个走 那我们就大约的在这里就给大家一个清楚的算法 这个城墙的后是一百四十四轴 就是六十五米六十五公尺 这样就比较容易阅读了 就是一百 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读不懂就是因为人称立刻的转换 不管是经文当中的说话的人换了 或者是他所要讲的对象突然转换了 我们如果没有把它标示清楚或者读清楚 我们就常常会读不懂 比如说诗篇第二篇说受高者说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里有个引号 耶路撒成对我说这里有另外一个引号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到底谁讲的哪一句话 或下一句话可能不是上一句话同样一个人所说的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是加以引号来做区别 像这一个就是对象的突然换为另外一位或者另外一批 比如说以色列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这就是对以色列家的一段话 接下来亚伦家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那这一段是对亚伦家讲的 接下来就是对立位家 或者是又对另外可能是一群或者是整体 所以为了让我们更能够清楚的读到 这个味道我们把它做为一个标示 那我们再看书信的标示 这个也是很长的一个句子的另外一种做法 比如说 那就是神的义 在这里 这一个就是呢 就是在形容或者在解释 或者在说明上一句 所以从这里就是一直讲到这里 既是这样 这样又是怎样呢 所以我们就有所标示 这样的一个原因 或者是一个关系 我们在这里再看排版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特别在这里有做一个叫做凹凸牌板 比如说我们到真言的第十章第一节 这个叫齐头牌 那大部分以前我们看到的是叫做横牌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叫做横牌 那真言有很多的地方是所谓的前一节跟下一节是对比 甚至呢上半节跟下半节也有对比的味道 那所以我们觉得真言真的是很好的经文 可是因为都是这样的牌法 横牌 或以前就是我们叫做也有棋牌 这样的时候呢 虽然是比较容易做看出对比 但是呢因为都很整齐 有时候读一读会跳行也说不定 那这样就比较不容易分辨我们到底读到是什么 那我们故意让它是凹凸牌板 这样你就看到了 非常清楚 让我们要眼睛注意哪里呢 就是注意哪里 所以我们可以在读的时候 有更多的收获 我们再跳回来 刚刚读不懂的地方 一个所谓的分段的方式 第一个呢 我们所有书卷都不在文中加入标题 那这个标题 是各家自己读经自己加入的 我们都不加 以免打断读者的失序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利用的大挂号啊 或者是引号啊 双框引号 这一些呢 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各个段落的分法 跟还有加上说牌加上紫色字 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读懂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真言呢 我们看这里啊 以真言来说 它可以根据文艺 它可以分为以下八个大段落 也就是例如一章一节到九章十八节 是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一个真言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 或者做一个参考 可以了解它整个整本书的一个架构 我们再以启示录作为一个例子 启示录如果我们加以分段来说明 例如这里的大纲来看 我们就容易看懂 启示录本身就是耶稣基督 对于使徒约翰的一个启示 接下来 启示录记载到 人子显现的一个意象 这里说 当台中间出现 一位好像人子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要使徒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 接下来 说到天上出现意象 有七印七号七晚的灾害 这里出现七个印的灾害之后 开始出现有七之号的灾害 后来还有出现两头兽 海中跟地中上来的两头兽 接下来有出现七晚的灾害 再来是记载大巴比伦被审判 再来记载高阳的婚宴 再来就记载了最后之战 跟末日的审判 最后出现新天新地 这样子的分段 帮助我们很快速的了解圣经的内容 出现了一样的灾害 再来就把灾害的灾害